轻易地回到国内来看日月潭的水社码头 最近不断地出现猴群 又有民众拍下了 有台湾猕猴竟然就坐在这个码头的栏杆上面 看起来蛮舒服的 好像把这当成是自己家 就算有人靠近他们 他们也不走 其实民众觉得蛮困扰的 因为这些民众觉得很怕自己会被攻击 所以反而是这个猕猴在这边占地为王 然后人还不敢靠近 日管书说呢 县政府现在有要相关单位去进行处理 但是目前先放上警告标示 提醒民众看到猴子不要靠近 直播先前问您报道过 在7月的时候 日月潭这里就因为民众游客比较少 所以就已经出现了不少猴子 当时也让大家很害怕 难道说没有更有效率的坐靶吗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猴子跑到旁边来了 1234总共有40名猴 直接坐在码头的栏杆上 就算旁边有游客 甚至还拿起手机拍照 这四只猴猴也不躲不闪 这日月潭水色码头 能不能看到我们的新地标 人来人往的日月潭水色码头 竟然会出现猴子 目睹的民众说 这四只猴猴就在栏杆的附近徘徊游荡 一下追逐 一下又坐在栏杆上看风景 似乎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地盘 如果有人敢太靠近就会威吓 他会把你有一个 为什么人最多的水色码头会有猴子管理单位认为可能是之前疫情导致游客减少猴子的活动范围增加 不过不止步道之前 还有猴跑道停泊在岸边的渡轮上 也让船家伤脑筋 也认为最近疫情趋缓 日月潭的游客回流 希望主管单位赶快解决 避免发生猴群伤人的意外 我是请无聊杨宗以周大小能头报道